生活中经常遇见那些吃点寒冷的寒凉的东西之后,就会出现微不不舒服的人,同时也有很多人还伴有甘果王上的表现,具体表现为平时脾气暴躁,自己不能控制的老爱发脾气,爱叹气,做梦多,睡眠质量不太高,这种人就是为谈但是甘果王,如果要选择合适的茶可以帮助调理的话,可以选择以下一些茶。 D.枸杞泡茶,或者在平时喝的红茶,绿茶中加深枸杞,枸杞水是对眼睛和肝脏都非常有利的茶水,对于经常喜欢熬夜的人来讲,肝脏是重点保护对象,每天取时刻枸杞坚持泡水,也就是一小法的样子,对养肝因和羞辱肝细胞是很有益的,但是短期是没什么效果,需要长期坚持才能起到疗效。 D. 将茶可调理肝火大以及胃痕。 D. 喝奶茶可调理肝火大皮区,但是喝奶茶并不是指平时轮眼店买的奶茶,而是自己在家制作,将牛奶加入平时喝的茶中熬制而成的。 D. 奶制品主要是补充人体蛋白质,同时也能够提高免疫力。 D. 对于平时的疾病表现,如微波冷中不是这些症状,和一定的奶制品喝茶,可以帮助稍作缓解。 D. 同时,奶制品可以促进体内干扰素的生成,达到养肝护肝的目的。 D. 既然这些茶可以帮助缓解内含肝火旺生的,那么平时怎么判断自己是肝火旺? D. 机会稀罕呢?肝火旺的症状一般会表现头晕,变红,乌翅,口鼓,义露,甚至睡眠前将容易惊醒或者失眠的。 D. 肝火旺容易使人长色斑,当我们生气的时候,往往就会导致血液大量涌向头部,这样一来血液中的氧含量就会下降,毒素具有所剩高,导致色斑出现。 D. 而对于脑细胞而言,肝火虫会使得脑细胞衰老加速,因为大量血液涌向大脑,会使脑血管的压力增加,并且此时也会增加各种激素分泌的失调,使得体内毒素增加。 长期如此,甚至能够导致肝放心血管系统的额疾病,所以能够调理好是最好的。 在肝胃寒,肌胃虚寒,本身就是一个严重影响生活的疾病,因为胃寒的人本身,就需要在饮食上多做注意,以免饮食不当造成胃部的疼痛,以及吸收消化能力下降。 所以除了平时需要喝一些茶调养以外,还可以通过一些饮食如包糖、中药等的调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